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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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好痛 这是哪里 好像是我的房子 我们的照片 留言 是她的自己 亲爱的 我去上班了 不要太想我哦 小帅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行 把早餐放冰箱了 我的小帅没事 时间记得热一下哦 抽屉里有惊喜哦 今晚要加班 不能来陪你了 别难过 还记得那个赵大叔吗 他替我来陪你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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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大叔 小玩儿非让我这么出场 小玩儿怕你没吃饭 特意在公司厨房跟你说 他做的啊 都是安妮才吃的 你还吃点西红柿 好点了吗 就是头有点疼 不过有小事照顾我好多了 赵大叔 谢谢您 那个小王说你别忘了吃药 好 再见 谢谢 她本不敢变成这个样子 她曾拥有那么阳光的日子 每当我在小镇上被冷漠的眼神刺痛 妻子都嫌我无能而离我而去 可她 却总会在看到我的时候 开心地叫我一声大叔 可是她 却喜欢上那个坏孩子 她叫她抽烟喝酒 甚至带她偷窃 要不是去偷酒 她们也不会出车祸 小帅 因为她的失忌 因为她的失忆 那个小子终于离开了她 可是上天 似乎忘了把那个负心汉 从她美好的记忆里拿走 让她的记忆 永远地停留在 她们那虚假的幸福中 她是天使 上天却好像把她遗忘了 那么就让我 来做她的天使 我愿意陪着她 陪她一起活在这幸福的荒野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